字幕《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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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晚安 對不起 讓大家久等了 大家晚安 哈哈晚安 QA晚安 Kent王 哈囉 企鵝 技俠晚安 鞋子王 呀呀晚安 熊熊 今天很有精神的 晚安 空幫幫 爸爸晚安 對不起我今天因為比較晚到家 而且我快累數了 累數的原因是被我自己累數 就是因為最近不是一直下雨嗎 所以我就不能騎腳踏車 就很不方便 然後我今天出門的時候也是 很匆忙 然後我剛剛 因為今天也有去練習 然後我出捷運的時候發現 居然沒有下雨 我就很興奮想說 那我一定要騎腳踏車回家 但是因為天氣很冷 我今天就想要煮個小小小火鍋 所以我今天不知道什麼 我突然很想要吃米血糕 然後 所以我就 我就去了超市一趟 然後 就看到特價的 特價的蘋果還有芭樂 然後我就買了 我就買了 我總共買了8顆蘋果 4顆芭樂 很重 很重 然後買到特價6折的吐司跟 6折的吐司跟 對米血 其實就不多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超重 重點就是 總共 那8顆蘋果加4顆 把它超重 8加4多少 12 12顆耶 是要掃光嗎 是沒有掃光 可是因為蘋果是可以放很久的東西 而且我超喜歡蘋果 就是 我們家冰箱就是長廢 一定一定一定要有蘋果 然後芭樂是 因為剛好看到有特價促銷 所以就買 然後 對 然後我就 騎得超級無敵重 然後我 可是我又已經 簽了U-bike 我已經簽了U-bike 去買的 所以出來之後我就想說 哇 開心喔 現在沒下來 真的可以騎腳踏車回家了 然後 可是因為我家裡U-bike的站點 就是 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 我停好U-bike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我好後悔 為什麼我不搭公車 我為什麼不搭公車 我 對 超重 雖然公車站到我家也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重點是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謝謝季風亮的耳丁 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就 因為我去買 我去超市 所以我是走另外一條比較遠的路 然後 那條路的腳踏車就是有上坡要騎 對 然後我騎腳踏車的時候就覺得 這條路好遠喔 然後菜籃子裡面放著我剛剛買的一堆水果 然後騎的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我該 要騎腳踏車不搭公車 然後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停好腳踏車 我還要走路拿回家 因為平常自己的腳踏車 我可以騎到我自己家樓下停 可是今天是騎U-bike 所以不行 然後我就邊騎就覺得好累好累 為什麼我不搭公車 然後停好腳踏車還是覺得好累好重 真的超重的 就是 而且又 我停好腳踏車之後 開始又下雨了 就是 我 我 騎了一大袋子 然後 太重我根本沒辦法整個 扛起來 就是只能這樣子拖 有點 就是這樣 雙手伸直直的拖著走 然後就 就拿著 然後一邊 一邊要穿上 所以只能用一隻手拿 然後就 就很漂亮 然後貪真我走邊休息一下 然後換一隻手 然後再繼續走 然後就 就走 就花了很多時間才到家 所以我很抱歉 就是我 我本來計算好 所以我可以很悠閒的到家 就是 我還有時間就是 好好整理 煮晚餐什麼的 對然後結果 因為我自己 就是腦袋不知道哪根筋 就是 最近這禮拜一直下雨 就是很久沒有騎腳踏車 就 今天 因為現在想要騎腳踏車 結果 一騎上去就開始後悔 就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真的是 自不量力耶 我本來 我明天可以搭工程 為啥我不搭 然後搞到我現在 就是精疲力盡 而且 好不容易到家門口了 然後 還要扛上五樓 真的是 太厭世了我 直接做完重訓 真的 明天公演耶 我明天會被手舉不起來 我真的很擔心 好啦 反正 我剛剛 對因為今天很想要吃 鍋了 因為天氣冷 就去買了米血 所以我 我剛剛就回到家之後 把菜洗一洗啊 然後 米血 把所有的料 丟了一鍋 所以 等一下 等一下應該就可以吃了 我剛剛 直播前一秒才按下去的 對 所以耽誤了一點時間 所以跟大家 抱歉 跟大家道歉 跟大家解釋一下 騎回家放水果後再騎去還車 不是 因為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因為 U-Bike不是前三十分鐘免費嗎 可是我去超市逛應該也花了十幾分鐘吧 所以我就 我就急著要趕快停車放好 對 然後結果 我停車的時候 被扣了十塊錢 so sad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對 我超過三十分鐘了嗎 我有騎那麼慢嗎 還了之後再接一台 不是 你們知道嗎 U-Bike還了之後 好像要隔幾分鐘 你才可以在那個站點再接一次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就是 三十分鐘快要到了 然後我就先找一個站點停 然後再換一台車 然後他就不讓我 他就不讓我 騎 他就說 就是 需要等 十五分鐘還是幾分鐘 好像是十五分鐘 然後你才可以再接一次 對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對啊 所以我就 不是 而且因為我家很遠 我家很遠 所以我 我 都是買 定期票 都是買1280的定期票 可是如果我搭公車的話 搭公車的話 1280就是算在公車錢裡面 對 然後結果我騎U-Bike 我就搞到我自己 又累 然後又被扣錢 然後我就覺得 我在幹嘛 為什麼不搭公車 就不會那麼累 然後可以準時開播 還不會被扣錢 好難過 我的鍋好像滾了 我去看一下開 真的很慘烈 抱歉大家 太悲慘了 就真是太悲慘了 기대了 我的天啊 是 我可能可以 我不是 我來 不得 過 這是 等我一下喔 我先把我的桌拿過來 嗨 再加我回來了 謝謝木亭的小漏球 誰偷發紅毛 我剛才拿個壞蛋 熊熊 你這個壞蛋 好 我沒搶到 葵瓜子變花生了 太重了是不是 嗨 福福貓 你好 對 反正以上就是為什麼我今天玩了這麼多 這麼久才開播 大概10分鐘以內勉強還行吧 我們之前是說超過幾分鐘 15分鐘 就 請 請聯繫米娜 謝謝福福貓 一封信號 謝謝泡泡卡 對 15分鐘而已 對 我有趕上 但是 我自己 心裡很累 就是 我明明就可以 搭公車省事 不用 騎得那麼累 還有那個上坡真的是 累死我了 好重 給你們看我的戰利品 真的是 超大大 而且我今天忘記帶購物帶 我還多花5塊錢買 買這個垃圾袋 真的好重 OMG 超重 我沒有辦法表達它有多麼的重 我的戰利品 大家 特價 一顆10塊錢 拔蠟 然後 這個應該沒有那個吧 這應該沒有 沒有 商標問題 這個也是40塊錢 這個是 算是促銷品嗎 Queen蘋果 超大顆的 所以我就 忍不住就都買了 然後真的是 喔 重死我了 然後要買了 還買了 兩包我最愛的 營養口糧 因為上次吃完之後 我都沒有再買 所以今天就順便買 超級無敵 重 對 我的戰利品 然後今天還買 還有那個 六折的吐司 我已經先擺出來了 我是真的愛吐司 營養口糧我是真的很愛 然後 吐司其實我也蠻愛的 我今天買的這個 蜂蜜吐司 六折二十三 比上次的 比上次的厚片還要貴耶 上次的厚片 二十二塊錢 然後超大條 可是因為那個厚片 我已經吃快完了 那個厚片吐司 只剩兩片了 因為我每天都吃 我每天都吃剩兩片 所以今天就想說 我也想要買 吐司該補貨了 最近 每天早上都很期待吃吐司耶 就是 我 因為我前陣子是吃什麼耶 反正就是 我覺得吐司這種東西 就是你無腦 你早上 你根本早上就 腦袋沒辦法思考要吃什麼 就是吐司就對了 對 一顆十塊錢的蘋果 有啊其實 超商都有 但是 超市啊 不是超商 去超市或是市場都會有 但是 有時候一顆可能十二塊十三塊 所以如果我看到一顆十塊的話 我就會 像今天這樣一次買 五顆 十顆 左右的 就是 反正蘋果是可以放的 每顆吃吐 最近一直下雨吐司司的不好吃耶 蘋果吐司藏住 對 蘋果跟吐司是 我的愛 啊還有營養口糧 蘋果吐司還有營養口糧 而且我是真的最近很 蠻喜歡吃吐司 應該說厚片 我很喜歡吃厚片吐司 就是 厚片吐司 明明就是一樣吐司 但是切厚片就是感覺 特別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是很喜歡吃厚片 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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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 最近下雨 你們只能吃吐司了 當兵的日常 當兵每天都有蘋果吃嗎 我真的好愛吃蘋果 嗨紅衣 晚安 後面有咬筋 對啊 但是沒有 沒有特價的話 我就不會去買 就這個只買特價品的女人 但蜂蜜吐司也蠻久沒吃的 吐司 就是 我大概可以連續吃一個月 左右 然後我就會開始突然有點膩 然後那陣子就會 強力 不想吃吐司 然後可能會去 可能會換吃個 包子啊 啊我知道 因為我前陣子 我前陣子買了菜包 是冷凍的那種 小小顆小小顆的 對 所以我其實前陣子有換過口味啦 所以 就是在這一波 這一波吐司之前 我有買菜包 所以我現在 吃吐司差不多 半個 半個月左右 所以我還沒有膩 就是每天早上 還是很雀躍的 就是 早上可以吃吐司 就是 期待吐司不同的 變化耶 因為像前陣子奶奶 有煮了咖哩 所以有時候早上可能就是 會微波一碗咖哩 然後烤吐司啊 然後這樣 可能有時候會 磨一點奶油上去 然後就這樣沾著吃 然後有時候是配 那種 山藥五穀粥 那個我很喜歡喝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野菇口味 就是有不同口味 就是那種粥 因為冬天 天氣冷冷的 然後早上就喜歡泡那樣子 一杯 喝 然後配吐司這樣沾 就 超讚的 所以現在每天都很 期待吃我的吐司 還沒有膩 可能再 可能再過幾個禮拜吧 差不多一個月 我自己 依照我自己的習慣 大概是一個月 大概一個月之後 你們就會聽到Mina說 我真的不想再吃吐司了 我要去麵包店買很貴的麵包 其實麵包店麵包也沒有當很貴 就是 如果你要跟吐司比的話 就是 綠也貴 就是你買這樣一個麵包 然後你吐司可以吃一個禮拜 蜂蜜可以這樣一個禮拜 對啊 差不多 麵包就是比較奢侈的東西 但有時候吃吐司膩了 我就會可能一個月 換個口味這樣子 高級麵包 對 我平常吃吐司就夠了 吐司也很幸福 住鄉下都可以自己種 我去乾姊姊台中的家的時候也是 因為他們家也算是比較鄉下 然後他們家的冰箱超可怕 他們家冰箱是那種很大的 就是很像外面 外面店裡的那種大冰箱 真的是大冰箱 然後冷凍庫也是那種一個桌子的那種打開的那種冰櫃 超大的 然後他們冰箱全部塞的滿滿的 飯店 我不知道 飯店的冰箱不是都小小的嗎 很小 然後裡面擺滿飲料 然後拿來喝還要算你很貴的錢 所以每次 就是有時候家裡 家人出去過夜的時候 然後就會說 那冰箱裡面東西不能拿 等一下很貴 等一下算你一瓶一百 因為都不知道是算多少錢 乾姊姊是開餐廳是不是 不是 但是就是鄉下 他們就是有時候 他們會有拜拜 可能每個月初級會拜拜 我那時候回去的時候 剛好遇到九九重陽點 然後他們也是拜拜 然後拜拜就是 就是準備很多 超多菜的 就是要禁煮嘛 祖先人 然後 就是做的超多 然後只會吃一部分 然後其他就會丟冰箱 然後冰箱還有很多 他們自己種的菜 然後鄰居自己種的菜也拿過來 所以就是整個冰箱都超級無敵滿的 雙開門大冰箱 我記得是只有一個門 可是是那種 就是還可以自己開電燈的那種 很像我 我以前在麵包店打工的時候 就是麵包店用的那種鐵門的那種大冰箱 就是不是一般家庭在用的 是真的 一般餐飲業在用的那種大冰箱 鐵的那一種 你可以開關燈的那種 冷藏庫 對 超大的 可是他們家冰箱我個人 都不知道怎麼找東西 因為整個都是塞超滿的 而且這樣很耗電耶 這種一顆拔蠟樹 有400到500顆 那可以拿去賣耶 可以拿去賣 外面看起來是銀色門 對對對 就那種超級無極大的 哇這個 不愧是鄉下的地方 不愧是鄉下的地方 而且跟你們講 剛姐姐她家的一個房間 比我們家 比我們現在整個家 客廳家 廁所家 房間 整個都大了 剛姐姐的一間房間 她的睡覺的房間 就比我們整個家還要大了 所以你們知道我多愛去乾姐姐家嗎 因為就 住的很舒服啊 就是床很大 什麼都很大 我們家就是 就小小的 很誇張 真的是這樣子啊 突然覺得我好可憐喔 不過在台北 在台北也算不錯 因為台北租房子很貴啊 有些人可能就只能租一個 套房 一個客房 就是進去就只有一張床 然後跟簡單的 桌子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家還算是就是 有廚房 有什麼就是 也有冰箱啊 不是那種放在公共區域的 所以其實還 還算OK啦 以台北來說 雖然不是台北市啊 新北 但也還行吧 畢竟是我成長的小家 謝謝阿伯的厲害 謝謝羅里長夢翰煙火 好啊 去度假的概念 不過也蠻 蠻辛苦的一個地方 就是因為 鄉下地方 他們就是那種 包洞的 他們家 他們家是 就是一棟 好像一棟五層樓都是他們家的 然後乾姊姊的房間是在三樓 對 所以 可是因為食物廚房 我們都在一樓 所以他們 他要 晚上肚子餓 要吃東西的時候 對對對 獨棟 透天廚有沒有到五層樓吧 反正 我不知道耶 是五層樓也算透天廚嗎 反正他要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就要 就要跑到一樓 還蠻累的 然後我記得 就我跟乾姊姊 不是我們要出去拍照嗎 然後結果 我們已經在一樓要出門了 然後突然發現 欸 沒帶相機 乾姊姊怎麼跟我那麼像 他想說 沒帶相機 我們出去是要幹嘛 我們 出去的目的不是玩 我們出去的目的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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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沒有帶相機 好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那我上去哪 因為 因為乾姊姊不太喜歡運動 所以 他想著要爬山可能 他就 不想出門了 我說不行啊 不行啊 一定要出門啊 為了美美的照片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我上去吧 乾姊姊怎麼咪拿了 對 然後我就爬 我就爬到三層樓去拿相機 然後拿完之後 我發現 我發現 我忘記帶什麼東西 我發現我的手機 我發現我的手機不在包包裡 不對 反過來 我先發現我的手機不在包包裡 然後我一直以為我放在一樓 然後等出門的時候 我從三樓走到一樓的時候 發現 我手機不在一樓 所以是在乾姊姊的房間裡嗎 然後我又跑上去找 然後 然後 找好 發現真的在三樓之後 我下來 然後就說好可以出門 然後乾姊姊才說 我沒帶相機 然後就 我想說 然後我才剛 就是我才剛下來 然後就說好吧 好吧 然後我又上去哪 對 運動量也夠了 真的是蠻累的 一個沒相機 一個沒手機 我們兩個在幹嘛 然後我們 我們每次都下午才出門 就是 就是每次要出門 就 忘記這個 忘記那個 而且都是超重要的東西 這才是親姐妹吧 我也覺得 早上 那我就 我就彈 有時候會彈吉他 因為乾姊姊 乾姊姊每次叫我 起床的時候叫他 可是我都叫不醒他 然後我就算了 我就自己去旁邊彈琴 然後他有時候聽到 音樂聲他就會醒來 但是 醒來的時候差不多就是 12點以後 所以都會在家裡 吃好飯才出門 幸好我不是到捷運站才發現 喔我很長 我很長 把手機放在公司 然後 而且公司連結算超遠的 大家知道吧 就是 超難過的 謝一下一下的楓葉 以後他互相比對 帶的東西都一樣 才能出門 有啊 我們出門前 出門前就 乾姊姊在那邊檢查 手機有齁 就是乾姊姊在幫我檢查 我應該要有的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服裝 有帶配件 項鍊 有 補妝的口號有帶齁 然後這個都檢查好 沒事 OK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問乾姊姊 那錢包有帶齁 雨傘有帶齁 那手機有帶 有 好然後就哇 然後兩個人就出門 然後就出門說 你相機有帶嗎 沒有啦 你手機還沒帶 就是 互相檢查 覺得別人 對方應該要帶的東西 都沒問題 然後結果 沒檢查到 反而沒檢查到自己的 就沒檢查到啊 沒事還 就爬三層樓而已 哈囉 會香晚安 該編一首出門必帶物品歌了吧 到底有多容易忘東忘西啊 真的是 我平常都在爬五樓的 是沒錯啦 可是 可是怎麼講呢 五樓的話大概 就是乾姊姊家 因為 我們家要出去 出去是要整個出門 可是他們家 他們家也是整個出門 然後 就是說 比如說去廚房 他們要吃東西的話 一定要從三樓走到一樓 就是 為了吃 你必須得動 你必須得動 可是像我們家的話 我們家廚房其實是在樓上 我們家也是兩層 對 但是 平常 我跟奶奶是連去廚房 都覺得很懶的人 我們會盡量 就是所有東西 能夠一次 拿完就一次拿完 不想要一直跑來跑去 一直跑來跑去 然後去了乾姊姊家 發現 他們家是一樓到三樓的距離 就突然覺得 自己平常是不是太懶惰了 連 去個廚房 有時候 吃完飯 碗快要拿上去樓上 然後 跟奶奶就會在那邊推脫 你拿上去啦 你拿上去 就才一層樓而已 人家掉三樓 我沒在寫 我們一層樓 還要推脫來推上去 雖然最後都是我拿 因為奶奶每次都耍賴 而且奶奶好冷 奶奶要睡覺 然後 就鑽到被窩 他這個賴皮 他這個賴皮 但我就去過乾姊姊家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 好啦 其實才一層樓 以後也別跟奶奶爭了 反正就一層樓 就當運動 奶奶真的是懶惰的幾次 真的 奶奶真的是 他不能覺得他自己很可愛 就 他這招可能對男朋友有用 就對他 對爺爺 可能就 奶奶好冷喔 你爺爺幫我 可能對男朋友有用 對我沒有用 因為他 我一點都不覺得他這樣可愛 我只 覺得很欠揍好嗎 沒有我只是懶得跟他吵而已 因為我跟他吵的時間 我早就 拿上去都洗好了 我還 我還跟他吵 聽到說奶奶煮東西 都覺得很罕見 奶奶會啊 奶奶其實 但是料理還不錯啊 只是他懶惰而已 而且他煮好 還不是我要親 對不對 我不覺得他可愛 奶奶怎麼會可愛 我比他可愛吧 有疑問嗎 有疑問嗎 我比奶奶可愛 這很正常吧 謝謝CKU的 多元都要在一起 沒關係奶奶今天不在 可以多講他壞話 你們也可以多講 我再截圖給他 喔沒有 姊妹才不吃這道對阿 只要看膩了好不好 他對我沒有 我已經 他對我撒嬌是沒有用的 他對我撒嬌是沒有用的 撒嬌女人最好命 我算是會撒嬌的人嗎 不知道欸 我自己 我覺得撒嬌這種 可能是不是自己 不會發現阿 我算會撒嬌嗎 但我自己覺得我沒有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 很常撒嬌欸 我對奶奶撒嬌有用嗎 沒有阿 我們都免疫了 我是會撒嬌嗎 可是 什麼時候可以撒嬌喔 撒嬌感覺有點 怪怪怪的 嗨 晴天rex晚安 妹不晚安 無意識的最機密 我不知道欸 我什麼時候會撒嬌 可能 做錯事的時候吧 做錯事的時候可能會 可能會 就是 拜託大家 不要生氣吧 之類的 算是傻嬌嗎 有點害羞 遇到困難會發出困擾的聲音 蛤 遇到困難的時候會發出困擾的聲音 是什麼 好困擾 誰會這樣 會這樣嗎 我有這樣嗎 我有這樣嗎 哈囉阿虹晚安 這不是動漫人物會做的事嗎 就把心裡的OS 全部都說出來了 我滿猜猜的 有嗎 所以我很困擾的時候 我會說 很困擾 然後我生氣的時候會說 我好生氣了 所以我剛才不是那種把OS都說出來的人吧 然後我自己沒發現 好像真的是欸 好像會欸 我生氣的時候會直接說 我生氣了 好像會欸 謝謝追蹤 我都先說出來 好像是欸 可是我算是很直白的 就是我說我生氣了 就是我真的生氣了 可是如果我說我沒有生氣 就是沒有生氣 如果 你在一直說 你真的沒生氣嗎 不要生氣啊 我可能真的會生氣 懂嗎 就是 我說沒有生氣是真的沒有生氣 那我如果說 對我生氣是真的生氣 我就是很直接 因為有些人就明明生氣了 在那邊 沒有生氣 然後這樣 臉操作一個 然後說我沒有生氣啊 好可愛 謝謝追蹤 喊 HELP POPPY 是什麼啊 這什麼奇怪的 奇怪的咒語 中二跟傻嬌不能混淆 我是中二還是傻嬌 我覺得我都有一點 我還會把自己搶鼠叫之類的 不就喬叭 喬叭也是嗎 我很四次元 欸我記得我之前是成員公認最 最 四次元的 的 的成員欸 因為我有點怪怪 喔 普派 好啦 等一下等一下 阿現在要管播 想要來 啊 身長 妳 呀 在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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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中文一次 然後台語一次 他是在說 好像說明天可以去郵局領什麼五倍券什麼的吧 謝謝追蹤 對啊 我就聽到什麼五倍券 然後就講中文跟台語一次 所以蠻久的 招惠子是蠻久的 郵局可以領五倍券可以啊 明天喔 明天可以領了是嗎 李檔還沒有廣播提到五倍券 李檔話很多 沒關係我剛剛變出了一個 你們看得出我在演那個嗎 墨具 墨具然後會變出桌子 五倍券一定拿去唱片啦 啊 花完了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世事人是什麼意思喔 反正就是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懂 反正大概就是說 不太像現實生活中會出現的人吧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我有一點 因為 我比較 我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 思維模式比較特別一點 有時候會蠻 蠻跳脫的 一般正常人會有個思維 所以就 對 不然怎麼衝小兩隊 要888888 不過應該對你們來說很容易吧 你們上次才隔幾天就衝了多少 一萬多 我里長鳥的話你 為什麼是里長是 剛才剛才里長有一個群組吧 然後就會說 現在是幾點 還沒八點整 反正剛才里長有個群組吧 就是說 今天記得要廣播說這個事情 然後 對 然後就各個里 開始里長講話這樣子 對啊會不會啊 好好笑喔 這個時間比較多的人在聊 也是齁 現在可以追蹤好 我要來吃我的晚餐 非常豐富 有域米 有紅蘿蔔 還有我最愛的馬鈴薯 我真的超愛馬鈴薯 這個葉子是裝飾用的 但是我有點 好帥 先把它塞旁邊 它有點擋到我了 超豐盛 對啊 但我應該能吃完 因為裡面沒有 沒有 除了米血啦 米血算是我今天的主食 除了米血 沒有其他的主食了 所以 應該是能吃完 我把它裝到小碗裡 因為我 我是 屬舌頭 我怕燙 為什麼還有葉子裝飾 就提香 提香 但我 這葉子是奶奶買的 我不知道這個葉子叫什麼 青城鼻血 蛤 我剛剛有講什麼鼻血嗎 來 米娜 你拿頭髮長長了 我昨天才去剪頭髮 我 我昨天才去剪頭髮 結果你 你說我頭髮長長了 我昨天是剪心酸的嗎 我昨天 有 看得出來吧 我一回家奶奶馬上就看出來 她就說 欸你有剪頭髮 你現在髮量看起來正常多了 我去公司的時候 經紀人也有看出來啊 越剪越長是什麼啦 我昨天剪了 我昨天剪了 我只不能直播去剪欸 然後 而且因為我想說 這禮拜是公演 我想說 就乾脆昨天就是剪吧 對 髮尾不一樣 有嗎 有人說看起來更短 有人說看起來變長 反正 好每個人看就不要髮 但我昨天是剪了 但其實我這只是稍微修一點點 謝謝阿琪的浪漫相機 因為我的頭髮很多 我的頭髮很多 因為拍古丹的時候 古丹MV的時候 就是幫我剪了 應該也是差不多這個長度吧 然後 因為完全沒有打包 所以長長了之後 我的頭髮 因為我髮量超多的 然後整個頭就是很像蘑菇 很像香菇 所以我就是超空的 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 就稍微修了一下 所以現在這個髮量 雖然也是蠻多的 但是就是比較正常一點 不會看起來那麼厚重 對 有嗎有注意到嗎 對 就稍微 其實主要是修飽啦 長度沒有變太多 哈囉大帥 維基飯大師晚安 馬蹄晚安 謝謝終於能幹白氣球 有注意到嗎 好啦我覺得如果是我 應該也看不出來 因為我是 畢竟我是直男代表 這麼微小的變化 奶奶上次剪了10公分 我都沒發現 昨天看直播 有聽到我講剪頭髮 對啊 昨天官方直播 你們有沒有看啊 昨天官方直播 沒看的人建議補檔 我就是覺得很好笑 我自己覺得很好笑 我自己是聊得蠻開心的啦 就是 就是 劉曉晴的那個鬼臉 真的是 我想到我都 就真的很醜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做鬼臉的時候 我知道鏡子 我應該自己也會笑出來 好反正就很好笑 建議補檔好不好 嘿嘿嘿 那個官方 官方那邊有流檔 大家可以去看 真的很好笑 這種冷天就是喜歡吃 鍋類啊 這個沒有放特 其他的 就是沒有放味精什麼 就是 拿紅蘿蔔跟薏米的甜味 這樣子 還有一些肉骨頭 等一下再吃 算的比我們數學的部分嗎 欸不行啊 第一題 第一題是多少 第一題好像什麼 52加48 這超簡單的 然後結果第二題 突然就跳三位數了 我根本整個 鼠腦袋轉不過來 三位數我計算 就是有進位的那種 我就會開始 就算不出來 如果小時候 我覺得可以 我想說 我豬心算超好的 這 完全 我直接登出啊 我直接登出 酸酸大豬要去買晚餐 好 趕快去買 怎麼那麼晚還沒吃 整個loading 我直接放棄計算 我曾經 我前面有試著想說 要算出點什麼 可是 進位了之後 因為沒有紙跟餅 就是單單用心算 我就有點 就是 不知道算到哪裡去 感覺給我多少時間都算不出來 可以 我可以 只是我沒有那個自信 就是我能答對 心算的話 小時候數學很好 但只能算到二位數 沒有我以前那個 學豬心算 我還記得豬心算的時候 可以算到三位數 可是我現在不行 我忘記兩拍動了 單單聽嗎 他是整出一位數的心算 一位數我可以 我可以 最好出加一或加零的 買菜體我應該算很快 買菜體是什麼 我剛剛看到米娜的聲線 太棒了 米娜的豬心算有減競證嗎 幼稚園的時候好像沒有耶 但是有參加全國豬心算比賽 有拿第三名 米娜一秒一秒五刀版 是穿米奇衣 對啊 因為我想說 應該說我白踢 蠻小的 我白踢並不多啊 然後鼠 有老鼠 老鼠就是米娜的代表 米娜就等於老鼠 所以就想說穿 就穿米奇衣 等一下米娜也沒有中 太難過了吧 嗨 永圈晚安 加蘋果就會算了 沒有你問我五百顆蘋果 我也算不了啊 米娜在超市買的東西 會看發票確認金額 有沒有加對嗎 當下就會確認 當下他在B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盯著看 對 就算了 米娜在哪 對 因為我那個位置 就是 完美的被擋 我跟口哈的位置 都被擋住 當下就會算很快 也不是啊 因為他 怎麼講 去買東西的話 就大概知道自己買的是多少錢 這樣子 應該喝個奶 上台晚安 那位置是C後衛 才不是 才不是 這只是 照站位號碼這樣排的 然後我剛好 剛好塞在那裡 才不是C後衛啦 要去教課了 哈囉 我是雲農 掰掰 我是在斯亞跟小迪的 的 的 的洞 的後面 對 米娜在這個關東族買 好像蠻像的耶 好像這麼說蠻像關東族 關東族 都會有玉米 還有米血 可是不會 不會有小白菜 我餓了 讓我吃一下 我餓了 那個小白菜也蠻 蠻久了 不煮掉的話 會爛掉 很飽 聖晚安 對啊 冬天就喜歡吃鍋 每天都想吃火鍋 我 這鍋蠻養生的 紅蘿蔔 拿個挑食的米粉 不敢吃紅蘿蔔 吃 給你吃 紅蘿蔔好吃 這鍋冰奶會吃完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我餵的到時候 這麼好 紅蘿蔔三熟都好吃 煮了跟 酸的吃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我自己 更偏好喜歡吃脆的紅蘿蔔 不過煮湯的也是 不錯 裡面是排骨 有肉有排骨 我等一下在哪 我想先吃米血 比較能飽度 紅蘿蔔炒蛋很好吃 而且菜價很貴的時候很常吃紅蘿蔔炒蛋 蛋基本上都不會貴到哪裡去 有時候便宜的話 可能一顆三塊錢 四塊錢 貴的時候五塊錢 差不多 就 價差不會很大 然後紅蘿蔔的話 就是也不會貴到哪裡去 所以 有時候菜很貴的時候 就會 瘋狂買紅蘿蔔 然後就是 各種紅蘿蔔料理 紅蘿蔔炒蛋超讚的 因為你 只需要半根紅蘿蔔 你把它炒成絲 你炒蛋 你就整個分量 感覺很多了 哈囉正元晚安 莫莫晚安 肉莉晚安 洋蔥炒蛋也很好吃 洋蔥炒蛋也不錯 蛋就是 蛋就是很好吃啊 蛋跟什麼東西都可以搭配 我本來還在想 這鍋要不要加蛋 但我剛剛發現有點滿了 就想喝算了 因為我 昨天有買茶葉蛋 我昨天晚上本來要吃茶葉蛋 然後我買了之後 忘記我有買了 對 然後我回到家才想起來 然後我就把它冰冰想了 5塊6塊蛋不貴嗎 就是以蛋來說 5塊算是比較貴了 但是 也還行啊 就是 比起你買一把菜 可能要30塊 只是蛋已經算是比較 相對甜的東西了 對 而且又很健康 最近那麼愛茶葉這樣 應該說疫情期間好久沒吃茶葉蛋啦 最近終於可以自己夾茶葉蛋了 好懷念茶葉蛋 你看茶葉蛋就 健康啊 這算是健康食物吧 熱量又不高 適合減肥吃 補充蛋白質 茶葉蛋跟 豆漿 無糖豆漿 最近一斤蛋多少錢 最近沒有買蛋耶 因為上次買的還有 我不知道最近的蛋價是多少 便利商店關東主 便利商店 欸 便利商店現在有關東煮了嗎 還是 也還沒有啊 那有點高 茶葉蛋嗎 你哪想自己煮茶葉蛋嗎 沒有欸 我覺得便利商店一顆10塊錢 就 就很好吃了 我要自己煮 而且自己煮還沒有超商那麼入味 因為超商那個都滷一整天的 就很入味了 之前我跟奶奶有自己做過茶葉蛋 但是 那個茶味就沒有便利商店那麼濃 就是很難去入味吧 就是要滷很久 所以就覺得 太花時間還不 就是想吃的時候 就去便利商店買就好了 就不貴10塊錢而已 拿多的CD換茶葉蛋 怎麼換啊 為什麼可以換 謝謝少凱粉色蠻花 便利商店泡很久 對啊 所以就 就喜歡吃那個 很入味的茶葉蛋 每次挑的時候 都要挑那個很黑一點 你哪有吃過夜市裡的 鞍唇蛋嗎 有啊 鞍唇蛋就是那個鳥蛋 烤鳥蛋 真的很好吃欸 而且也很便宜 便宜的有7顆 7顆20塊的 有時候會突然想吃 CD CD回收可以換 要多少片CD 才可以換一顆茶葉蛋 我要吃米血了 我今天就是 突然養吃米血 有點想要加醬 可是 有點難得就出去了 一張單裙兩張 每次都要回收幾十張 60張一顆茶葉蛋 真的假的 60張才換一顆茶葉蛋 60張要多少錢欸 那張算300的話 63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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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換一顆茶葉蛋 好貴 要寄CD給米娜換換看 可以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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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著吃茶葉蛋 沒有CD換的茶葉蛋 有特別好吃嗎 60要先除了 對齁 一張單有兩片 就大概9千塊 可以換一顆茶葉蛋 還是很貴 還是很貴 還是很貴啊 9千塊茶葉蛋 但是我要分10天吃 太困難了吧 心懷感激的吃 你要心裡想著 這都是為了小偶像啊 真香這樣子 寄給我的運費 又可以買6顆茶葉蛋 欸 你們 愛計較欸 一顆9千 一顆9千的茶葉蛋 當然要一口吃啊 當然要一口吃啊 就是要享受這種 推貨的感覺 好不好 為什麼粉絲一直寄CD多 但其實我還蠻想收到CD的欸 就是 我沒有要序號 只是想要 留著那個CD而已 想要多留幾張 可是還沒有 沒有粉絲送貨 還沒有粉絲送偶像CD 自己的CD吧 我不是有 我只有一片啊 我想說 我們爸爸媽媽家也可以留 也可以留一片 乾姊姊家也可以留一片 可是 可是如果我 我花錢買的話 我也不會去換那個序號 不是就浪費嗎 我會收到很多 沒關係 你們 你們可以拿去換茶葉蛋 如果 就是如果 比如說你30張換一個茶葉蛋 然後 如果你買了30一張 你多的一張再給我就好 而且最好了 你們最好了 我買了那麼多 我這樣講會收到幾箱幾箱 大家不要先不用衝動 想要換茶葉蛋的可以去換 就是我只是想要多留個幾片而已 拆過的會退貨 是喔 那就沒辦法去CD啊 好想沾醬喔 好想沾醬喔 粉絲要埋在雙年 什麼你要把粉絲埋在雙年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爸爸要把粉絲埋在雙年 大家要小心喔 爸爸有點危險 早上埋一片在雙年樹下 不行啊 現在吐濕了 可是下雨吐很濕 小釀花 我是全身都是 擬尼巴 我就要在那邊捏尼巴了 然後你們 經過雙年樹下 然後就看到 咦? 那邊怎麼有人在捏尼巴 捏尼巴 捏尼巴 捏尼捏尼捏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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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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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捏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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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小朋友在犯 捏CD怎麼捏 啊就有人說要埋在松菸的樹下啊 啊我... 你埋在松菸的樹下 現在下雨土那麼濕 這樣就變泥巴 我在那邊徒手挖 我又沒有鏟子 但是你們要留鏟子給我 我這樣就變泥巴了 在那邊徒手挖 丟...丟... 夾到什麼雲 哎呀看我丟到了一隻 潘之魚 我就是潘之魚 這也最本的紅玫瑰 其實我長的也蠻像魚的啊 不是有那種 河豚酸是魚的一種呢 河豚酸是魚嗎 河豚酸是魚嗎 河豚酸生氣的時候臉會鼓鼓的 然後就... 那個魚的嘴巴是這樣子動的 他會這樣呼吸啊 他是昨天的鬼臉嗎 哪有鬼臉啊 河豚那麼可愛的魚 河豚算是一種氣球 不要講乾話好不好 河豚是魚嗎 河豚 河豚有毒對 請小心我的刺 之魚會英文嗎 為什麼之魚要會英文 魚有需要會英文嗎 魚 所以... 因為... 不是在七秒紀藝啊 因為我基心不好 之光 因為我是獅魚啦 我的刺在哪裡 呀...我刺在哪裡 你們可以碰碰看我就知道我在試在哪裡 所以小晴問我不是回知已是誰嗎 喔對! 昨天跟小晴一起回家的時候 在路上我們就聊天 然後他突然就說什麼 我忘記他問我什麼了 反正他就突然說什麼 潘之儀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是誰 後端是魚沒錯 那我就是河豚 我忘記他問我什麼 然後我很自然的問他 小晴問我會不會英文 那我怎麼會講到潘之儀 我忘記他問我什麼 我自己心也太差了吧 昨天才經過的事我就忘記了 小晴問我會不會英文 那跟潘之儀有什麼關係 喔!我知道了! 喔對! 小晴好像是說 對!我想起來了 昨天小晴走一走 然後他突然說 潘之儀你會英文嗎 我說是誰 對! 對! 我真的很自然的問說是誰 我想說 是哪一個團員 結果是我啦 對!他說潘之儀會英文嗎 然後 我說是誰 他說潘之儀就是你啊 然後我就 喔!喔!是我! 我會啊 喔!這裡是我! 這裡是我啦! 你們有時候 有時候不熟 對!我跟潘之儀不熟欸 我跟潘之儀不是很熟 是我啊!對! 笑死 我還問是誰 啊!不就是你 所以就是我 這是我 Mina會寫本名嗎 會啦!我會啦! 你們舉那個我的應援推釘 我知道的是我啦! 我真的知道啊 能不能因為上面不是Mina就不買 我知道的是我啦! 我只是要 我只是需要就是 理解一下 我需要思考時間 就大概 緩衝個五秒 欸!潘之儀會應我嗎? 潘之儀 喔!喔!是我是嗎? 我潘之儀 喔!我會啦!就是 我要有一個緩衝時間 大概五秒鐘我就可以 就比如說看到你們舉那個 我想怎麼沒有來舉Mina的 應援推釘 都沒有 然後看一下喔!潘之儀 我的!我了! 喔!謝謝! 這我的嗎? 對!就我知道是我啦! 就我要反應一下啊 Mina跟潘之儀不熟 所以就 我們要玩耍 是不是不同人格 我也會懷疑欸 你們 都舉 你們都舉潘之儀的推金 喔潘之儀 是我 半十一局秒鐘 就是很少 很少人會直接叫我潘之儀 我覺得我老了是會老人癡呆 然後就 然後就潘之儀 潘之儀誰? 欸!是誰? 喔!是我嗎? 我叫潘之儀 老人癡呆 看到米粉不知道舉誰的時候已經很難了 我知道潘之儀是我啦! 我只是有時候會反應不過來 好好笑喔 好笑喔 來吃個馬鈴薯好了 珍貴的馬鈴薯 這個湯裡面只有一顆馬鈴薯 切了六塊 其中的一塊 多麼的珍貴啊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跟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真的是 No.1 好吃 好美 好美 馬鈴薯是奶奶在超市買的 很小顆 這樣子而已 他買了好像五顆另外四顆 煮咖哩用掉了 留一顆煮盤 但是潘之儀下播後變成長組 下播後直接上吃語言了 三個身份 米娜、潘之儀跟美眼 對我三個身份其實分的蠻開的 潘之儀大概就是那種 書呆子吧 就是只會讀書的那種 因為考卷上都要寫潘之儀 對潘之儀大概是 讀書的那種 所以 我離讀書 就學生自己離的有一點遠了 所以 潘之儀就有點 有時候會想不起來 因為離的太遠了 對 然後 美眼的話就是 彈琴的時候 就是會變成美眼模式 對 就是 自己有點不太能控制 音樂就是很神奇的東西 然後米娜就是我 對 很會數學 Mina不會 對 之儀應該感覺成績都蠻好的 之儀成績真的蠻好的 就是 一直都是 從小到小都是在搬上前十名的那種 之儀成績也太不錯了 Mina的話就 有點 Sty Sty 我來吃一塊 牌子 自己什麼時候還會出現 就是考試的時候吧 任何需要 用到腦的時候 平常 Mina都是不太用腦的人 Mina很支持 之儀 之儀很支持Mina 台中在台灣東邊還是西邊 欸我真的不知道啦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 我以前 我記得我以前考社會 社會課就是 就是 就是包含地理歷史跟公民 出在同一張考量 我記得我社會是有考過100分的 然後我記得 就是 前一天晚上然後奶奶就拿著課本 然後在那邊 考我 就是地理 什麼什麼 就是他會幫我出題然後我回答 對 然後那次就考了100分 就是我 我是那種 應付考試的學生 對是自意好的 就是我在那種 應付考試的學生 就是 我數學其實也不好 但是 我多練習幾次 我可能會把那個提型 背下來 但是我其實有時候 並沒有真的理解 就是背公式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對就是應付考試 然後可是考完 就 因為我也離學生時期很久 所以我就用不到 我就自己 就自然就把它忘記了 100分是沒考地理嗎 有 有考地理啊 有考地理啊 我曾經 也是 還不錯 但是就是因為 沒有需要用到 所以我就把它忘記了 可是我真的是 我成績 不是我 不是我啦 知影 知影的成績真的是 很不錯欸 為什麼就要填米拿布 你可以 先前攀知影 然後如果你想跟知影聊 比較 艱深的一些 學術上的問題 你就是說 你要找盤子儀 對你來的時候 你先跟我說 你要找誰 然後我再 我再叫他出來 我再找他出來 有人要找眉眼 我也可以了 我去後面叫他一下 人格分裂 我先召喚那個人格出來 你當中可以 我有三個人格很賺 對啊 這不是很賺 你可以自己選擇 選擇 你來的時候 你來的時候先說你要找誰 能握爆粉絲人是哪個人的 我覺得是知影 我覺得是知影 因為 知影很常 用功讀書 就是 要握筆寫東西 那握筆都蠻用力的 以前 讀書的時候 手的握筆都握到血 字寫到長劍 感覺握力應該知影比較好 因為我平常很少在寫字 所以握力可能不太好 我覺得應該知影的人 握力比較好 只有7秒3個人格一下 不行 我真的會能格分裂 不行不行 不要搞我 想要跟知影講恰恰話 不要笨命講恰 可以啊 其實有人格分裂的人 他的三個人格 沒有 不只三個 就是說 就我來說 我目前已知的三個人格 但是 通常人格分裂的人 他可能有20個人格 但是他20個人格之間 是互相不會聯繫的 因為我之前有看那個 介紹人格分裂的 他就覺得 哇 好酷 真的有這樣子的人 他互相人格 就是 可能有5歲的人格 跟40歲的人格 但是 這兩個人格 真的是完全 互不認識的 20個比 對 只有中心的那個人 他是知道所有人 可是其他人都是互相不認識的 我當然沒有那麼誇張 我當然沒有那麼誇張 我只是 一個比喻而已 就是 有時候會有一點 但我沒有真的人格分裂好不好 不要 對大家不要 不要真的相信 其實筆記本聯繫不同的人 我覺得好酷喔 太酷了 我真的是糖糖 超愛喝湯的 我剛才夾了肉 想說要來吃個肉 然後想說 可是肉是最好吃的 要留最後 然後想說夾個紅蘿蔔 可是紅蘿蔔 紅蘿蔔還有 一塊那些吃 三個人格晚上會開小組會 沒有啊 三個人格就是互相不認識啊 因為你有時候問我 潘之翼的時候 我會 有點 就是會有點 他是誰 就是我其實不是很認識 但你們跟我講了 我就知道啦 是說 那天直播算數的時候 知語不救 對啊 為甚麼知語不救我 阿博玩 哈嚕哈南卡 這個肉 很難夾 來吃個肉肉 排骨 沒什麼肉其實 可是我很喜歡 吃骨頭 旁邊的肉 應該說喜歡啃骨頭的感覺 但你想好像握手會玩切換不來 應該不會吧 你哪看他有呼嚕呼嚕的聲音 其實 我昨天也被小琴說很多次 因為 我們是在公司的 算是一個大會議室裡面直播 然後因為空間蠻大的 然後又是密閉空間 所以在那邊講話就是 有點 就是有亂可點的聲音都很明顯 然後我就在那邊喝水 然後我喝水的時候也是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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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大聲了吧 然後不好意思 然後 後來又會 真的很大聲 其實我也很常被奶奶講 就是我 喝水的時候很大聲 也不只喝水就是喝任何東西 我每次喝東西都會有咕嚕咕嚕的聲音 然後奶奶都會 你是卡通人物是不是 你怎麼會自帶音效 就是怎麼有人喝水是真的 奶奶通常會有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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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然後怎麼會有人真的喝水是咕嚕咕嚕的聲音 我也不知道 我最近在想 是不是我的那個 喉嚨裡面的管子 比較窄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其實我必然全能 我喝東西是真的蠻大聲的 有時候 會特別注意小口小口喝 就不會的 有時候 沒有特別注意的時候 就會吐嚕咕嚕咕嚕咕嚕 很大聲 自帶音效 身體有肚皮環 你知道嗎 不太好 沒問題 你跟我 الإ口眼都沒有了 你應該沒這個 是超多的 你應該不會 喜歡這個 柔牛的地方 好吃 這個腳比較 一翻復古頭耶 找看看有沒有什麼廢 隨便撕 筆記本的紙來練好了 找一頁 好這個 這一頁好了 我剛剛講到這一頁 這一頁上面寫的是那個耶 粉絲的名字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忘記上次是辦什麼 辦什麼 答題之類的 辦什麼答題之類的 辦什麼答題之類的 你看 綜合喵喵還有三分 哇這是辦什麼 是在選 啊我知道了 在做那個早餐快問快答的那個 然後後來選出了一個早餐網 好嗎 全聖石器 超久以前 你們不介意吧 我把他拿來 都過了這麼久 把他拿來放肚頭 好懷念喔 但早餐完後來好像 因為有 有事情 所以他後來都沒有來看直播 懷念 當然滿好玩的 沒看過 沒看過 楊熊那時候不在嗎 上面比較熟悉的名字 小千也在 可是小千最近也不一樣嘛 還有一個是什麼 瑞瑞 瑞瑞也現在也沒看到耶 一回 開開 有 開開 CK CKU 那時候還沒有用浪 有這麼久嗎 有這麼久 那時候好像很多人不在耶 上面的名字現在都很少看到了 大家都是 對 一陣一陣 羅莉朗可能已經在 可是羅莉朗一定都沒有 都沒有答對 因為有一些冷笑話可能是 台灣早餐店都會有的那種冷笑話 那時候來 算不上來 打字很慢 我只會很久沒看到的 我就突然覺得 啊好懷念喔 就是 粉絲就是 來來去去的 不知道過半年你們還在不在 黃心 搞不好只是那一陣直播沒跟到 他珍惜還在上面的 你也很珍惜現在 在直播間的站在 希望半年之後你們 還在 還在聽我講單話 看看半年後 Mina說這樣的話的程度 有沒有跟上一層樓呢 很久以前的國慶連假 去阿里山看日出彩天 喔我有看到 就是一單是在阿里山拍的嘛 對不是陽明山 阿里山拍了 然後那時候就 很多粉絲有去阿里山猜點 然後就說哇 這行動力 這行動力厲害 大屯山 為什麼是大屯山 阿里山在嘉義 我知道 我去過的地方我 也不見得會知道 反正我知道 我知道阿里山在嘉義 好 謝謝圖士捷 起司蜘蛛 剛剛拔出來的時候有播一聲好聊天喔 對 對 其實我一開始不知道阿里山在哪 我記得她是在中間 所以我一直以為是台中 反正我後來有被糾正在嘉義 所以我記住了 我不會再講錯了 我會再講錯了 講到一半停頓 沒有 因為那個波德人好療癒 我還知道羊明山 我知道阿 我已經知道了 然後為什麼 5號 5號是在 5號是在新北拍的 對 來噴個玉米好了 今天這鍋會吃的比較慢 因為 玉米跟骨頭都是需要噴的東西 不過應該是能吃完 快吃完了 這鍋在哪裡拍 桃園 桃園 因為我記得是很近的地方 但是 我們還沒有去過的 這鍋的追蹤 那個地方永遠都沒辦法開一點 現在不開放了是不是 突然好像 綁頭髮 覺得自己的頭 好空喔 好空喔 帥 被拆掉了 等一下 我都不知道 他被拆掉 我們應該要慶幸我們 我們有紀錄到他的美嗎 還是是因為我們就是 帶水他才被拆掉 要往哪個方向想才是對的 應該不是我們的問題吧 應該不是我們 帶水 就沒有蒙古包 但是還是可以自己搭帳篷是嗎 還好不是在總統府 太誇張了 喜歡這樣 悠閑的吃晚餐 雖然我真的吃很慢 龍骨包有冷氣不足的帳筒 這樣我也蠻 蠻懷念以前 跟家人出去我們自己搭帳筒的時候 很喜歡耶 很喜歡耶 人家是久違的公演 對 而且這是第一次現 也不是第一次啊 也是很久沒有現場表演 所以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有自己搭帳篷 有啊 可是我沒有自己參與搭帳篷 以前小時候都是爸爸媽媽打 以前夏天的時候我們會一家人 然後跟 跟叔叔 叔叔 然後我們會 拍車去海邊 然後就在那邊搭帳篷 然後早上起來 就可以玩 就是我們會去海邊玩 水 然後在那邊過夜 一兩天一夜這樣 我開心耶 雖然我到那裡就不會游泳 我都是去玩沙 可是也玩得很開心啊 你們也會緊張 你們要怎麼好緊張 怕打call會搶牌是不是 所以我跟妳講 搶牌這個事情 其實粉絲打call真的很常會搶牌 真的很常會搶牌 但這個也不能說是你們的問題 就是 因為太high的時候 太high的時候本來就會 容易 變快嘛 然後 而且搶牌這不是你盡可以決定 就是 當你一個人拍子是對的 可是 身旁所有的人都 很high 然後 都是趕派狀況 可是你們很難穩住 你就會把旁邊的人 拉著 會被影響 所以不是你一個想不搶牌 就能不搶牌的 對就是 整體氛圍的 問題 還能跟那神壓掉他們 因為我自己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可能 太興奮我就 會有搶牌的問題 然後就會一直被老師提醒 就是 不能感拍 我們組的話應該 但 我跟凌凌 我們很容易會搶牌 所以 要時刻提醒自己 就算粉絲喊口搶 是敢拍了 我們也不可以被影響 就是 心裡要有一個牌子 因為我很容易會 不小心就被影響 然後就敢拍了 謝謝太空的事業潮 很容易會搶牌 吃醬 會不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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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一國剛剛 大概有三分之二 會不會太晚了 會不會太晚了 好 希望明天公演 順順利利 原來凌凌會搶牌 凌凌 凌凌我搶了 就是我搶拍 可能是搶 搶 有時候可能搶半拍 凌凌可能會搶快一拍的那種 就是 他是搶拍完 他是就是 超快 超快的 但是順順跳舞的肢體比我好看太多了 太緊張的關係 我真的 我是蠻容易緊張的 順順我不知道 每次問他 會不會緊張 不會啊 不會不緊張 然後臉超臭的 不會啊 不會緊張 但眉頭在皺什麼 他看起來就是一臉緊張 然後才問他 你是很緊張嗎 沒有緊張 順順想要當性感 單當 對阿 我的話 我就 我真的不是性感化的 對阿 我真的不是性感化的 對阿 我真的不是性感化的 你也寫好歌的耳丁 拍照的時候 偶爾 偶爾 偶爾能拍出 我自己覺得還蠻性感的照片 但是動態的話 沒什麼自信其實 感性 但對 我 我 我是 是 米娜跳舞很有米娜自己的感覺 真的嗎 我跳舞是什麼感覺 該不會是那種很不協調的感覺吧 謝謝阿卡 看著你 我跳舞很好看 應該不是不和諧的問題吧 是嗎 你們可以說實話沒關係 又加晚安 哈囉 F晚安 看上看這樣覺得米娜跳很好 真的嗎 但那個是不是沒有影片阿 好像網路沒有影片 只有一個剪了片段的 但那沒有完整版的 我好喜歡那首歌喔 打個勇士回答一下 欸 你們 好啦我知道我跳舞不好啦 我有 我有 我有在努力 定點動作很常做 定點動作 剛剛不會是這種 這種姿勢吧 我真的 好啦我是蠻愛做這種動作 有時候free的時候我就會 就會做這個 我覺得很偶像的POSE阿 毒蜘蛛我還蠻好認的 OMG 毒蜘蛛 我最怕的一首歌了 因為我真的很怕每次做不好 會被老師說我 我 就是 就是 不夠 不夠性感 情緒不對 我就很怕被講 會每次毒蜘蛛的時候 我就 我就很怕欸 然後小迪 小迪在我旁邊 他說沒事沒事 你就 你就盡量展現自己 有自信有自信 然後我就 我每次毒蜘蛛的時候 就剉在後面等欸 就是我們毒蜘蛛要從後面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擔心 就是 除了活潑可愛的歌之外 我都蠻擔心的 左蜘蛛都看左左幕 也看看我啊 請即時充電 請即時充電 我要充電 天哪會先充不去欸 我舞蹈Dance VR有滾滾滾的動作 等一下我要衝了嘛 我幹嘛跟藍牙說話 那個動作是 是麻油想的 我要衝了啦 是這條嗎 看藍牙都要 我真的要他一直不等我 他要充電 跟他不早說 你早點講我就充了 他講我真的拿著來不及了 我感覺 近點藍牙等待點 連接成功 裡面有住了 他很擠 對 擠什麼 我就要衝了啊 我哪有 我跟藍牙講 這提醒有點快 對啊 他為什麼不提早5分鐘10分鐘講 他一直催我 他會想想晚安 八小小晚安 看我在吃飯找不到時機 而且我現在也還沒吃完啊 原來藍牙耳機每次提醒要充電都會下來 怎麼下來 也是突然說藍牙請充電之類的 謝謝小翔的碎碎冰 謝謝志偉的走木徽章 哈囉 原緣的愛情晚安 謝謝小哥哥 啪啪開頭 夏日天適合吃過 天氣涼涼的就是每天都想吃過 而且吃鍋對家庭主婦來說太棒了 這是一鍋湯米 你只有準備第一鍋的時候比較清楚 可是你今天比較 我剛才說什麼 就是只有你準備第一鍋的時候要比較麻煩 但是你之後一個禮拜你就是可以 你今天想吃什麼菜你在丟什麼菜 金針菇 火鍋料 肉片 雖然火鍋肥料我比較少吃 但是就 然後加一顆蛋 就是 你全部都丟進去 那一鍋湯米可能就可以吃一個禮拜了 然後下禮拜再煮新的 然後冬天吃鍋又很舒服 反正你就想吃什麼就丟什麼 對 超方便的 超喜歡吃果 很方便 竟然要吃一個禮拜 可是你每天可以加不一樣的料 你可以今天煮雞肉 明天煮牛 後天煮豬 對啊 然後火鍋料有很多種不同的 有的是什麼 包 有的是包 有的是包 起司啊 有的裡面是抹雞 就是有很多種 就是你可以變化口味 對 省食又方便 為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對 雞塊 雞塊也可以放進去 雞塊真的很讚 雞塊放火鍋裡面 真的很讚 超棒 這加到湯做到是什麼味道 就是很濃郁的味道 成年老國 這種就是越煮越香 像這鍋就很清甜 蠻淡的 但是好吃 來 快用 雞塊 雞塊真的很好吃 你們有沒有試過 真的很好吃 我會不會忍不住 一天就把湯 其實這個湯也喝了三四天了 已經算喝的久了 有到四天了 三天 但是你那個雞塊不用 嗯 要炸過也可以啊 當然不用那麼麻煩 就是那種一般的冷凍雞塊 直接丟進去鍋裡面煮 就很好吃 大家有情趣可以試試看 很好吃 如果有糖醋醬醬醬醬醬醬 所以好像不是 guru 如果有糖醋醬醬醬醬醬 這樣如果是 microbi воды 也是很好吃 這加巴巴的耳丁 嗯 賣當當的雞塊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都是自己買等東西的話直接丟下去 我覺得很好吃 不會爛爛的嘛 就是你不能煮太久 因為煮太久的話 它外面的那層皮會 太爛就會脫掉就不好吃 就是也不能煮太久 有一點軟軟的蠻好吃的 去賣當當點沒炸四塊雞塊 那你就直接去買冷凍雞塊不就好了 我覺得很好吃 我都沾番茄醬 真的好吃 我跟奶奶都很喜歡 到底是潘家口味獨特還是怎樣 為什麼你們都 一臉 不相信的 一臉懷疑 真的很好吃啦 但我們家現在沒有雞塊 我們家現在只有薯餅 都買雞塊 下次直播再煮 真的很讚 我之前 我之前冬天吃過都很常丟雞塊啊 很好吃耶 雞塊只吃過炸的 我很想吃炸的 因為炸的雞塊 吸油啊 熱量高啊 溜鍋裡的話又很好吃 又可以滿足 想要吃雞塊的那個 慾望 超棒 很想把皮剝掉 我是覺得那個皮 煮起來就是 滿好吃的啊 是沒有到 是沒有嚼勁但是 蛤?有點難形容 那個是什麼口感耶 找不到一根跟它很相似的東西 吃碗 吃雞塊不就想吃外面那個脆脆的嗎 沒有耶 就只是 有時候吃雞塊只是想要吃糖醋醬而已 因為外面一般不會賣糖醋醬啊 我每次吃雞塊就是沾超多醬的那種 我每一口都要滿滿糖醋醬的味道 對有時候吃雞塊 對糖醋醬是靈魂 所以我管它雞塊是炸的還是煮的 反正我只想吃那個 雞塊的口感跟那個 跟那個醬 排骨酥也是炸過後丟湯 對啊其實差不多 跟排骨酥差不多 你把雞塊想成排骨酥湯那種概念 就一樣啊 但是我有吃過很好吃的雞塊 就是 好像是 我忘記是哪一家的 反正它的那個 雞塊 因為有的 有的很便宜的雞塊 它就是 裡面根本就沒有肉 都是 它就是 都是粉的味道 炸起來就只吃到那個粉 都沒有什麼肉味 但是我有吃過 有些早餐店的雞塊都是那種 軟軟的 然後就是沒有肉味 就是吃那些澱粉 那你就一定要沾醬 可是我有買過 比較貴一點點的雞塊 就是 它的黑胡椒味很夠 然後 你甚至吃得到一塊一塊的 就是 你可以吃到肉的口感 就是蠻扎實的雞塊 那種雞塊我試過 不沾醬也很好吃 但是如果是那種 那種便宜的雞塊就不行了 就是因為它 沒有肉的感覺 就是 靠那個醬去覆蓋它 都不足 可是真的好的雞塊 比較好 用料實在一點的雞塊 其實不沾也很好吃 對 對 它不是你是有肉塊的嗎 差很多 對 當然 當然我都會吃啊 還沒有遇過不沾醬的同伴 阿不就雷吉 阿不就雷吉 雷吉也算是怪人了吧 怎麼可以不沾醬吃雞塊 米娜很懂 你說食物方面嗎 其實我堆食物也沒有到 也沒有到很講究啦 只是 太化學的東西 不是很喜歡 耶 剩一片葉子 米娜是平民美食家 對 你如果要問我什麼 什麼 一千塊的牛排跟兩百塊的超市牛排 差在哪 我可能講不出來 我不知道 就是 便宜的東西的話 我還是知道 可是太高級了 平常沒吃過 所以也無從比較 就不能跟你們分享 整鍋都吃完了 小case啊 對我來說 這個 沒有 只好 也沒有 我吃到咯 沒有純色的 魚柳包的醬 魚柳包 魚柳包 我知道麥當勞的那個對不對 麥當勞的那個 那個醬還行吧 不就是像沙拉醬的那種東西嗎 台灣好像是叫麥香儀 麥香儀 魚柳包 我爸爸媽媽很愛吃 你不會覺得他在沙拉醬 我爸爸媽媽很愛吃魚柳包 他們每次都 只是我 我們家早餐因為他們就會去 他們就會去買那個 麥當勞的那個 魚柳包 就是台灣的麥香儀 反正他們就會買那個 冰在冷凍 欸 沒有 這是一般的冷場 然後就是早餐的時候 他們會吃那個 一下子沒人轉換麥香 對 因為 我在台灣 我很少去麥當勞耶 就是 我上一次是麥當勞 我都想不起來什麼時候了 大概是成員想要叫 想要吃外送 然後那個時間又沒有別的選擇的時候 才會吃吧 大概半年以上 我很少吃麥當勞 對 可是 回去澳門的時候 因為 澳門就是很多 很多 很多M給 MG 所以 就是他們 他們會買那個當早餐 所以 然後每次都只買麥香 你知道 只是我回去的時候 每個 每天都是 啊早餐要不要吃魚柳包 然後上次 又是 我早餐不是才吃過 為什麼到底有幾個 到底買了幾個 應該是怎麼講 麥當勞在澳門 算是 算是便宜 便宜的東西嗎 就是比起 比起麵包店便宜 反正他們早餐就很喜歡吃那個 所以我 因為我在台灣我沒有買過 所以我剛剛有點 轉不過那個 麥香魚 因為我 不會去 不會去點 我不會去點餐 在台灣的那個 麥當勞 然後我爸爸媽媽很愛 然後明明 明明賣當勞 就有賣牛 有賣雞 而且他們每次都買那個 魚的 我就吃到很膩 而且魚的 就是很乾扁不絕的 他們會笑耶 Mina要跟香港才能用廣東話溝通嗎 我一開始 有試著要用廣東話溝通 可是 後來發現他們的 他們的 中文都很好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 因為我講廣東話太辛苦了 麥當勞的麵包就用蒸了 難怪 可能 爸爸媽媽就是 牙口不好 喜歡吃軟一點的 有可能耶 但是每天 他們很長的 他們一個禮拜 可能 一個禮拜可能會吃兩次 會吃兩次的麥當勞 不愛賣香魚吃少數拍了 我就覺得 不知道 我就覺得吃起來很 就沒有什麼口感 很空虛 因為我不喜歡 我沒有很喜歡那個 它的那個炸的魚 就是 就是怎麼講 因為以前我們 學校訂便當 的時候 裡面就會放那個炸的魚 就是那個炸的魚 就是跟麥香魚 裡面一樣的那種 就是它外面會有很厚一層 的炸的那個皮 然後我 超不喜歡吃那個 皮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皮很油 那個魚排狂 就很像 對是那個 那個鱈魚 裡面就很 很少肉 然後主要都是外面的粉 就是我沒有很喜歡那個 就是它不是真的 它不是真的 魚 就是它 魚的存在感太薄弱 都是炸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在減肥 所以我就對那個魚 有一點 就是我都會把它剝掉 我都會把外面那層剝掉 然後吃裡面的魚 所以我就剝的那個過程 我就覺得很煩 就是 就是 魚是好的東西 可是外面那層的東西 沒有營養 然後那個吃起來 就跟麥香魚裡面的一樣 所以我個人 沒有很愛麥香魚 以前的魚還比較多 我真的喔 粉都裹得很厚 對啊 所以我 我覺得其他的 牛或雞的吃起來 比較有口感 我個人沒有很愛那個 炸的魚 反正就是因為粉太多了 而且它 它已經加好醬了 你要再剝掉那一層 其實是 就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個人沒很愛 想看國中照片 就想說Mina國中照片多胖 為什麼國中要減肥 是不是 其實我國中照片 我現在看 其實 就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我國中離現在十年前 但是 對其實 就長一樣 就長一樣 只是以前比較 以前還不會化妝 所以眼睛比較素一點 麥香生魚片寶 這太困難了吧 生魚片要 專業師傅處理 不然吃壞肚子就不好了 翻開相簿 發現沒有長大 好難過 真的是沒有長大 現在也不會傳著Kiki做你的貓 你們電影外國會另外要你們的 美乃滋在一起還 但我個人也是不愛美乃滋 就是一個 其實我有時候不知道我不愛那個東西 是我不喜歡它的味道 還是因為它熱量高 就是因為我 我是從國中開始減肥 所以我對於任何 高熱量的東西 我都不太喜歡 就美乃滋其實 我好像也 我也沒有不喜歡那個味道 但是 那個東西就是加了 熱量就會變得很高 所以我沒那麼喜歡 其實我對 真的 我不挑食 但是 熱量高 對身體不健康的東西 我就 可以選擇的話 我比較 可以選擇不要的話 我就不要加 對了 這是比較不健康的東西吧 我就 可以選擇不要的話 就不要 好可愛喔 那個哭美的貓鈴鐺 你看 基本上都是野物 對啊 白色的醬都不喜歡 白色的醬 白醬義大利麵 白醬 我喜歡你 我跟小琴昨天的晚餐 就是吃白醬 白歐姆蛋什麼 白醬 橘飯 好像是便利商店買的 我們兩個一人吃一半 因為 要分擔熱量 那我們 直播完去買晚餐已經 九點多了 所以 太晚了不敢吃太多 我們就一人飯 分擔熱量 香蒜醬 香蒜醬好吃 Mina曾經是美乃滋嗎 我曾經是啊 以前的綽號啦 因為 名字有汁 所以以前有 以前都叫美乃滋 所以一半好小 可是我吃蠻飽的耶 其實 有時候你們沒有 我昨天去的時候都沒有 沒有七折的東西 如果有七折就一人買一個 有沒有 那沒七折一人一半 省錢 而且 而且因為 昨天 我們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還有五單的那個 專輯 專輯跟海報要簽名 然後我們就留下來 這次算是蠻 悠閒啦 就是因為沒有別的事 我們就一邊聊天 然後一邊在那邊簽 然後 簽完就 11點多了 簽完就11點多了 我們簽了多久 簽了 我們吃完飯的時候 其實就 快10 9點半 快10點 沒有也沒有簽很久 簽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 差不多 對然後 然後 簽完之後 有這麼多要送的嗎 其實 很多是給工作人員的 工作人員 然後 還有 對 主要就是工作人員 還有之後 可能上節目會送的 我們就會先簽完這樣子 因為 你要聚集16個人的簽名很困難 所以 我們會 就比如說有去公司就先簽這樣子 不然之後 就會一直堆一直累積 越來越多 然後反正就簽完就很晚了 然後 我到家的時候 沒有 不是 我還沒到家 我出捷運站的時候 然後就已經沒有公車了 就是公車好像 我不知道12點以後就沒有搬車了 是不是 反正就 就沒有公車了 可是又在下雨 所以我沒有腳踏車可以騎 然後我那時候看了一下 我出捷運站的時間是 12點 半 12點25 12點25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沒有公車了 然後我又不能騎腳踏車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 對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 我就輕鬆 我就搭計程車回家 然後還有一個選擇 我就在想說 我就想說 我這麼胖 還是我走路回家 對 然後我就 我就在猶豫 然後我後來 選了 走路 我就想說 因為我在想 如果我 如果我搭計程車的話 就是晚上還有夜間 加上 就是我搭回家 就是要花一百多塊錢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就是我走路 就是當消耗熱量 然後 又可以省一百多塊錢 對 然後我走到家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雖然 因為那時候有下一點雨 但是我想說 我可以走快走 或者是 不然我就 可以稍微小跑步一下之類的 對 我本來是這麼想 然後想說看一下自己 因為我平常 是對我來說 我平常跑不跑十公里 我就想說 那走路回家應該 走路回家不到十公里啊 所以我想說 應該要去西馬 然後我就選了 對 我就選走路 我想說 如果走的還OK的話 就可以順便跑一下 然後順便看一下 這樣子回家 要花多少時間 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走回家 可是走回家的時候 心裡想很多 對 就是 走的時候就想到 之前看X調查 就是有那種 很晚 很晚回家的女生 然後就是 發生了一些很可怕案件 然後走的時候 就心裡想說 不行 我不能跟任何路人對道 因為很多案件 就是 那個女生就是可能跟 嫌犯對道眼 然後 然後那個嫌犯就突然 一時 射迷心跳 然後就怎麼樣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不能跟任何路人對道眼 然後就走超快 然後順便想要計算一下自己 就是要走多久啦 對 重點也是安全 對 重點是 我心裡有在 就是 對 我有在想 有想過 台灣治安應該比較好吧 然後 我平常 有一條比較近的小路 但是我就想說 我就想到 我之前看X調查 就是有發生過 有女生就是 她平常都是走 平常都走某條路 但是她某天 換了一個路線走的時候 然後就出事 然後就想說 不行 那我這麼晚 我一定要走大馬路 然後我就沒有選小的路 我就走大馬路 然後走的時候 有看到警車 然後我就想說 警察 你一定要保護我啊 就是開慢一點 然後我就看到她等紅燈 想說 太安心了 警車一直在她旁邊 然後就把握機會 想說 至少就是離警車近一點 就是我最心裡的多擔憂 可是我還是 我還是選了走路 對 然後我後來 我後來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到家 我到家的時候一點 我到家的時候快要一點 結果還是走得滿慢的嘛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想說 我用跑的話 應該 搞不好很快就到家了 結果 我真的全程都是走超快 全程都是 超快 走到 有點 而且戴著口袋 有點喘的那種程度 結果 我還是走了半個小時 好吧 比我想像中 久 比我想像中 來了久 結果警察想說 Mina可以停下來問話 我希望 警察問完話 然後 什麼 那麼晚自己回家 要不要坐警車送你回家 不是上坡嗎 沒有沒有 平常我走 也是有上坡 但是就 就還行啊 我家那裡 今天就很遠 然後我走到家的時候 看就 一點了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我要走 我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累之後 然後就開始後悔 我開單氣層之後 我 五分鐘就到家了吧 我走半個小時 我走半個小時很累耶 累死我了 為什麼要為了省一百多塊錢 然後走這麼久 撇中癮的耳丁 但是總是 這 主要是當下的一個選擇吧 就是 我當下想說 好我就走路 看會多久 可是走到一半的時候 就想說 就走一半了 就堅持完吧 然後最後就還是走回家了 可是我 我很少 真的我第一次這麼晚 自己在外面走耶 因為之前很晚 我通常是 會搭車 回去的 或是騎腳踏車啦 因為 主要是因為沒有腳踏車 所以我才 我才 想說走路 謝謝寶寶的 寶寶的寶寶 結果下次遇到同樣情況 我還是走路 如果下次遇到同樣情況 我 我帶雨衣好不好 我 我決定 我在公司也放一件雨衣 如果有下大雨 然後很晚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來穿 那我不小心 我不要緊把自己 曝光 超可怕耶 昨天跟今天都對交通工具的選擇 產生奇異 對啊 而且像今天我選公車 我就很輕鬆 又不用被扣錢耶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老是選擇一個 就是自己 比較累的選擇 我的熱湯都變冷了 我快吃完了 結果玉米才是最珍貴的 因為只有一個 你家騎腳踏車到學校要15分鐘 走路都懷人生 你家騎腳踏車到學校要15分鐘 那走路也差不多要半個小時吧 跟我家到結局再差不多 腳踏車15分鐘 走路半小時 清虎晚安 謝謝阿卡的內涼飲料 我跟你們講 最近真的一直 一直虧耶 我前幾天 有去看皮膚殼 但我應該 我之後 應該不用再回去看了 醫生是說 如果之後還有問題 再回去看就好 就是沒有強制 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去看了 對 最近是因為 最近是換季 最近是換季 因為我皮膚就是比較穩定一點 沒有我只是 我是之前 之前皮膚很敏感 所以一直每個禮拜都要回正 可是 最近天氣涼了 它也比較穩定 所以我之後應該是不用再 如果沒有發作的話 應該就不用去看了 對反正應該 我希望短期內不會再看了 反正我前年就去看皮膚科 然後 我那時候也是 我那時候怎麼去來呢 我也是騎U Bike去的 對 因為我 我不喜歡等公車 就是 就是因為我是晚上去看的 但是 晚上的話 那個公車的班次 就是沒有像 早上還有下班 尖峰時段那麼多 所以 就是 我不喜歡等公車 所以我也騎U Bike去看 然後也是要騎 也是要騎差不多 20分鐘左右 就是我跨線士騎 我跨線士騎 就是 因為要騎20分鐘 所以我都騎U Bike 因為我的腳踏車就是 到捷運在15分鐘 還行 但是 但如果要騎 就是到比較遠的話 我就會騎U Bike 所以反正我那天就是騎U Bike 然後結果 我看完醫生的時候 我一樣要騎U Bike 然後結果就發現 怎麼一輛都沒有 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 那天就沒有U Bike 就是我停的時候 我記得我停在那個站點的時候 明明就旁邊就還有五六輛吧 結果我看完醫生出來 就也沒有看很久 就大概半小時就走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腳踏車可以騎欸 然後我想 沒有腳踏車 然後我想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就看到了 U Bike 2.0 2.0 我第一次看到U Bike2.0 你們有人知道嗎 你們有人看過嗎 就是 他的那個 感應卡的位置 不太一樣 然後他的車身也不一樣 就是他的 一般U Bike不是橘黃色的嗎 然後 那個2.0是白色的 就是比較 看起來比較高級 然後我想說 2.0 第一次看到欸 對 但我也不知道差別 但是 因為我沒得選了 沒得選 就想說 那不然騎騎看U Bike2.0好了 對 感應的地方在車上 我一開始想說 怎麼找不到地方感應 然後後來就在這 怎麼都沒有人要騎這個 我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沒有人要騎 然後我就不管 反正我就逼他 然後就騎 就是 他整個有比 U Bike1.0再更升級 就是在他的 比如說握把的部分 就是 有 手握的地方更舒適 然後有 多做一些那種 防摩擦的一些設計 就是 然後車子也比較新嘛 畢竟是2.0 對 2.0其實就比較新 也真的比較 比較 就是在 對 籃子也比較深 對 就是真的有2.0的感覺 然後 可是我騎上去之後 我就發現上面寫說 騎U Bike2.0的車 我剛捕 他說騎U Bike2.0的車 必須要停在U Bike2.0的站牌 然後我突然想說 我這樣不見沒有2.0的站牌啊 就是 我突然就 很後悔 我為什麼要 對 我突然想說 蛤 我這樣我要停去哪裡 就我騎 我已經比卡 我已經騎上去 然後才看到它上面有寫 溫馨提醒 我說 我知道停進去哪裡 我家附近就沒有地方可以停2.0 因為可能 因為我去看醫生的地方是 就是 跨區了 我騎到另一個區了 所以 我家這個偏僻的地方 它還沒有U Bike2.0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不行 那我要在這個 就是這個 城 在這個城市 比較先進的城市 我應該要先把它 還了 對 不然 不然我騎到 我家那邊 我就沒辦法還了 我就想說 是我 難怪沒有讓它騎U Bike2.0 就找不到地方還了 最近借還車點嗎 沒有 反正我那時候就想說 就想回家 然後反正我就騎 因為我記得我騎來的時候 好像有看到有一個 站點是大的站 我想說 那個站點感覺應該 會 會有2.0的 站 2.0新北市最近才上的 是喔 因為我家這個鄉下的地方 好像還 就是還沒有 就對了 反正 我後來就只騎了差不多 就是 很短的距離 兩分鐘的距離 然後找到另外一個比較 兩分鐘還五分鐘 反正就是找到一個 比較大的站點 然後就看一下 欸 我那時候想說 看一下那個大的站點 是 我先把腳踏是還了再說 然後 如果那個站點沒有 U Bike1.0的話 我就 大公車回家 然後結果我停了 停了之後就發現 欸 那邊超多U Bike1.0的耶 然後我就馬上騎 U Bike1.0 想說 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對 然後結果 當我還車B卡那一瞬間 我被扣五塊錢 我才騎五分鐘 就扣我五塊錢 那我一開始搭公車 因為我是 1280耶 我一開始搭公車 我就不會被扣錢耶 就是我這裡賣 一直被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很生氣 我真的很生氣 不是我真的就是 剛騎 然後到下個小時 才五分鐘我就還 他就扣我五塊錢 為什麼 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這裡不要幾次找招 我真的 第一次騎2.0 我剛剛跟大家講 真的不要騎2.0 我才騎五分鐘 就被扣五塊錢 反正2.0是沒有30分鐘 免費就對了 好 然後我回 後來反正我就是 順利騎回家 然後我回到家 就跟奶奶抱怨這件事 我就 我就說那個U-Bag2.0 我才 就是剛騎 就是找不到站點就算了 就是然後還被扣五塊錢 U-Bag30分鐘內五塊 沒有啊 沒有吧 我定期票沒有算吧 雙美已經沒有了嗎 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假的 謝謝熊熊的愛的小熊 我好想補口紅 可是我還有一個日米沒吃完 可是我還是想補 直播完我再繼續吃 我現在想要把桌子移走 桌子移走 阻擋我 現在看看Kiss Juju 等一下我補一下唇哥 我還沒有 訂期票沒有收 對嘛 訂期票我應該是沒有被扣 謝謝正人的Juju牛 等一下我還沒有 還沒有啦 謝謝熊熊的Juju牛 我還沒 可以 塗一個比較粉嫩的顏色 好像跟今天的妝沒有很搭耶 不要我要這個顏色 謝謝圖師姐的Juju牛 算了就這樣吧 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謝謝終於的Juju牛 謝謝正人 謝謝洛克的Kiss Juju 謝謝Kiss Juju 謝謝Kiss Juju 可以Juju 謝謝Kiwi還有瑞龍的Kiss Juju 謝謝阿卡的Kiss Juju 好啦反正 我剛剛講到哪裡 反正我回家 我不是 我就是在跟奶奶抱怨 我就是跟奶奶抱怨說 這很神奇耶 我太急5分之後他就扣我5塊錢 對啊,我記得我沒有被扣錢啊 我說我騎 1.0沒有被扣錢啊 因為我 因為我是定期票 因為我是定期票 謝謝寶寶的popcat 對,然後結果 我才 我是前天去看的皮膚科吧 我前天才跟奶奶抱怨完 然後我在昨天 我就突然收到一個簡訊 他就說 他就說我那時候 就什麼沒有算到轉乘優惠 然後說我 他說我之前搭乘 我之前騎乘U-Bike 2.0沒有算到轉乘優惠 所以叫我可以 拿拼著我的捷運票卡 然後去服務中心退5塊錢 然後我看到說我真的好像傳給奶奶 就說,他說可以退我5塊錢 為何啊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 對啊 我想說 他那時候幹嘛扣我5塊錢 而且我要去 我要去哪裡退 這是U-Bike 2.0的服務中心嗎 我要為了5塊錢 我要再去找U-Bike 2.0 我最難找U-Bike 2.0的站點了 不是啊我覺得 為了5塊錢還要跑去哪裡退錢 他的服務中心在哪裡啊 還是是一般捷運站就可以退 就可以退 市政府站有 我為了5塊錢嗎 而且退的人應該也覺得 怎麼會有人為了5塊錢來退 這5塊錢 雖然Mina是很節儉的人 但我想說為了5塊錢還要跑 大老遠跑去退也太 太... 好啦5塊錢給你啦 好不好 奇怪那時候幹嘛要扣我5塊錢 我收到簡訊的時候超問號的 他有為了5塊錢發這個簡訊給我 U-Bike的服務中心 哇好麻煩我還要去找 好麻煩喔 到底誰會為了5塊錢去退 而且他那時候幹嘛要扣我5塊錢啊 好好笑喔 我本來因為5塊錢很氣 結果第二天就收到簡訊說 我可以去退5塊錢了 真的是 也差5塊錢而已 5塊錢我想就算了吧 其實 對啊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為何啊 好好笑 對這是我這禮拜 我這禮拜發生好多事情喔 就是 各種 交通嗎 我就是各種交通的事情 憤怒的5塊 本來那時候被扣5塊覺得蠻莫名其妙 結果後來知道5塊錢可以去退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幹嘛為了5塊錢去退啊 就跟你們9千塊茶葉蛋一樣 喔 十二寶大哥 感覺還可以再打 幫我一隻大哥 我不行了 那我來唸今天的排行榜囉 好啦我也播兩個小時了 大家明天公演還可以再見你好不好 不要太想我啦 好 打歌然後開特效 這樣子會覺得我打歌也比較可愛啊 沒有嗎 好 好 我們來唸今天的排行榜 現在第13名是 Akira 謝謝Akira 第12名是 阿琪 現在阿琪 第11名是 中喵 謝謝中喵 第10名是 謝謝CKU 第9名是 博城 現在博城 第8名是 爸爸 謝謝爸爸 Sushi爸爸 第7名是 夏兒 謝謝夏兒 第6名是 正人 6名是 謝謝熊熊 謝謝熊熊 第4名是 中喵 謝謝中喵 第3名是 土司機 謝謝土司機 第2名是 木亭 謝謝木亭 第1名是 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好來 今天是Mina的抱怨大會吧 好來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周末 不知道周末要幹嘛的話 因為這周應該都會下雨啦 你們也可以 乖乖待在家裡 看我們的線上工業 然後有搶到現場票的 就是 明天 明天見 繼續上班好喔 加油喔 大家明天見囉 晚安 大家晚安 掰掰 明天見 趕上光台 下課了嗎 一個小時就下課了 那麼快 一秒一秒就好 在KTP可以唱喔 真的假的那麼快喔 但我現在也不敢去KTP 雖然疫情最近比較趨緩 但不太趕 再加唱最快了 小明晚安我要關了 前排好喔 記得要帶米娜的應援物品 讓我看到 然後要 好好保護喉嚨 明天大聲的喊call 好了那大家 明天見喔 側牌見好喔 我會 尋找你們的 大家明天見 掰掰 晚安 山頂 山頂我 記得舉應人 我努力看 晚安 掰掰 很期待 我可以 說